在山地的嘉明村 有一位年老的山胞张文志 他很喜欢打猎 在高山上休息的时候 常常找一些木头 用身边的刀子 刻成各种种物野兽 自己欣赏 他也利用这个时间来整野兽 路客界面形成了他的兴趣 只要从山上回家 他就坐在地上刻木头 有的时候也彪刻一些人像 在这种高山里 没有人来指导他 他一家十多个人 都过着平静快乐的生活 最近日本雕刻美术协会 把他的作品在中心展出 获得了好评 并且特别通知邀请他 为正式的会员 会长前程中正 将在这个月底 来到我国访问 他前天还写信通知张文志 叫他到花园去看他